老闆拉著鐵門整個撞到變形 造勢的轎車車頭全會 可見當時撞擊力道有多大 男方不讓女方下車 對 然後女方就拉轉中方向 然後就撞進來 情侶疑似在車內發生口叫 撞上路邊車行 老闆人沒受傷但店面被波及 又是打掃又是修門 好幾個人合力幫忙收拾殘局 一轉頭撞毀車輛還遺留在現場 擋風玻璃碎裂成蜘蛛網 車內物品散落一地 回過事發當下畫面 一臺黑色自小客車高速直衝人行道 只差幾公分就撞上路人 嚇得經過民眾奔跑逃離 撞擊當下路邊的童子罐子也被撞飛 情侶送往醫院後沒有生命危險 不過受到波及的店家可就沒那麼幸運 滿地碎片只能自己清理 而新聞武全員陳怡寧梁洪志桃園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